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耶稣哥,有问题就找耶稣哥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这个消息似乎是确凿了 然后这个消息就引申了很多的问题 什么消息呢?就是美国好像是在秘密出售香港的物业 那么它出售这个,不是美国在出售,美国领事馆在出售 领事馆,那么他是不是就准备撤离中国呢? 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 因为很多的朋友想出来,如果说如果美国领事馆全都撤离了 意味着那两国之间那几乎就没有什么交流的东西 最可怕的是一方面国内把护照都给收起来 另外一方面即使有一些朋友有护照 你说想申请个美签,那申请不了了,对吧 那么这个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他都撤离的话,这个实在非常的麻烦 对想逃离的朋友来说,这个是一件不好的消息 但是我们要来分析一下到底有哪些可能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中国日报网发布的 就是在5月30号31号左右发布的 说的是港媒曝光了美国总领事馆正在出售宿舍洋房 估值呢是百亿港元,我们来看看啊 驻香港多家媒体报告有美国政府持有超过72年 那72年的很长了,南区寿山村道37号 现为巨港总领事馆宿舍的六栋超级洋房 今日开始秘密招标出售,市值超过了100亿港元 那就是他们持有了72年啊,这个这个升值很大啊 呃,然后呢香港东网报道 美国总领馆30日向该媒体确认的出售相关物业的消息 据了解这六栋洋房以现状及售后租回形式出售啊 标,截标日期,其则有待决定啊,售后租回形式出售啊 那相当是说呃,他想把它给卖掉啊,然后再租回了 所以呢这个形式上来说似乎也不是说他马上要撤离啊 因为他说他要租回了,对吧 所以呢这个大家应该不是特别担心 但是他想出售,我觉得他就是租嘛,对吧 他变成租的话,就意味着他肯定是为撤离做准备嘛 对不对 你说如果以后他真的马上撤离,他再去卖的话 可能时间来不及,对吧 他可能就用这个售后租回的这种形式 就是他还是要用啊 然后上面写着什么,全海景独立屋地啊,什么 致旱出售,并以深水湾海景图片做底啊 哦,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地皮你看看是什么时候买下来的啊 这个业主就是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就是美国政府啊,美国政府这笔生意做的不错啊 你看1948年以31.5万港元购入该地皮啊 在地皮上原建有6栋洋房 哦,原来就建了6栋洋房 那就相当于说,那那你看看1948年那个时候 哇塞,31.5万港元,现在要卖100亿港元 那这个升值幅度有多少 呃 三三四万倍啊,所以这个炒房地产真的是 呃,赚钱了,当然也只有美国政府敢敢这样搞啊 因为在1948年这个是关键历史时期 你说谁一个私人谁敢去搞啊 被中共给收走了或者什么样 对吧,嗯,血本无归啊,美国政府他不怕啊 好,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个消息啊 这个消息呢,这个这个上面啊 说的这个洋房啊,就是这个新闻随后还挂了一个照片出来 这是他们现状啊,可能在香港的朋友可能如果路过这些地方的话应该会看到 但是我没有看过这些东西啊 然后呢,这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6栋洋房啊 香港的啊,这个在寸堵寸金的香港啊 他们建的这个房子确实很不错 而且呢都还不还不是还不是大高层超高层 就是小高层啊,然后从从这个空中看到的这个环境上来看 确实也不错啊,而周围都是绿化地带啊,非常非常不错啊 所以这样的一些位置显然呃,卖100个亿 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楼市香港楼市情况下还是应该是合理的吧 我不太清楚啊,可能有熟悉香港的楼市的朋友 可以自己看一看6栋 其中相当于每一栋平均的话就是啊 十几个亿吧,十几个亿啊 似乎如果按照这个香港的房价来说好像 可以理解啊,一栋楼它可能有有十几户 那就相当于说啊一户的话就是一个亿啊 这个这个好像也比较合理啊 深圳什么上海很多房子都都是几千万上亿的都有啊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美国是不是准备撤离啊 按照这个消息来看的话 他准备售后然后再租回应该不会是马上撤离 但是他应该是做好撤离的准备 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对吧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这个又存在两个问题就是他这撤离到底是说 仅仅是从香港撤离呢 因为这个香港国安法 所以他要从香港撤离 还是说他从香港打头阵撤离以后呢 再把这个沈阳上海广州啊 这个北京然后成都的这些领事馆再撤掉 那谁也不知道了啊,谁也不知道 但是我个人觉得按照他这个操作的话 可能受香港国安法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啊 当然他有可能是打头阵 从香港开始撤离这个有可能 就是说后期会怎么做 谁也不知道 所以怎么说呢 他如果说真的是撤离的话 那么对大家带来影响是非常大的 好在呢他上面写了 他是会这个售后再租回 也就意味着他是准备撤离 但不会说是马上撤离 所以如果说有想逃离的朋友想申请 每签的话呢 应该时间上还来得及啊 大家密切关注一下这个 啊美国领事馆的这个预约的时间 包括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 香港领事馆 他会不会啊 他这个预约时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啊 按照这个川普的这个计划 那为了这个啊就是回应 中共搞出来的这个香港国安法 好像是要把这个香港的特殊地位给取消掉 那么如果取消掉以后 那你看看香港搞一个领事馆 然后那个广州又搞一个领事馆 这两个领事馆确实有可能会重叠啊 他有可能会撤掉 呃比如说撤掉香港的 这个这个如果说的 香港完全沦为大陆的一个 呃一个平常的一个城市的话 那他肯定不可能说在单独在香港搞一个领事馆 对吧这两个地方又那么近对吧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 当然最最最恐怖的这种这种啊 未来的后果就是有可能中美完全脱钩 那么他有可能就是完全撤离 对吧 那谁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因为好像按照我在那个上海领事馆签签 签证的时候看到的那个上海领事馆 那个什么梅隆镇那里他好像只是美国领事馆 我怀疑他就是租的那个一层楼很有可能是租的啊 他不可能拥有那一栋大楼啊 因为如果如果大家去过上海领事馆那一块的话 对吧知道那栋大楼很高很高啊 美国领事馆是占据了其中的一层好像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呢他他有可能我不知道占了几层啊 反正我们签证的时候就是那一层里面 所以呢那那栋楼应该不属于美国领事馆 或者是美国政府啊 如果属于他那他那这个非常值钱了吧 所以呢他有可能是租的 所以像这些地方可能他不涉及到出售的问题 也许就仅仅是这个啊 香港这个地方涉及到出售啊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啊 当然北京那块我也不清楚到底是怎样的啊 是不是那个领地也是那个是不是也是属于美国政府 谁也不清楚啊 反正上海那边我估计不是 因为他就是大楼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啊 里面好像还有很多的商业啊 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如果说想逃离的朋友怎么去应对的问题啊 如果说他真的是要全面撤离的话 那朋友们的这个行动要加快一点的啊 虽然说他不会立马撤离 但是呢他如果开始撤离了 你到时候还想去预约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了 对吧 就是一个呢就是尽快的去预约美签 当然如果你觉得你条件不太好的话 抓紧时间刷 但是现在刷签证确实也不好弄啊 就是全全就是所有的地方呢都限制了啊 尤其是这个中共政府他搞的这个限制啊 不仅限制你的护照 而且限制大家出门啊 出出国门啊 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 所以能够逃离的朋友 怎么说呢 如果说你能够先去东南亚一些地方 能够有机会出来的话抓紧时间 然后再在东南亚的美国领事馆去想办法 我觉得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现在呢现在各种形势确实都不太好 因为中共搞出来这个形势啊 他有可能故意搞出这种形势 就像我之前说的 一方面呢自己关闭国门 另外方面他故意搞乱跟这个欧美之间的关系 对吧就导致这些国家呢也对中国关闭国门 对吧两面夹击 那韭菜门哪逃对吧 逃都逃不了 所以呢真的逃离的想逃离的朋友 一定要抓紧抓紧时间 后面的坏消息可能会越来越多